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講馬攻略 上個星期和大家看了日本短路馬錦標和法國海船門大賽 不知道我們的消息和資料能否幫到大家呢 相信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都應該選中吧 希望他們都可以順順理理 但是這個第一百屆的海船門大賽 都很驚嚇 可不可以用驚嚇還是驚勢 驚勢啦 先沒有改錯名字 大家都看到這麼多高手能立的情況下 竟然被一隻數了 就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德國馬王驚勢私賽 真是鼓勵不了 是啊 怎麼猜不到呢 我們先重溫了 重溫之前也想跟大家說說 我們這個系列叫今日看經典 阿威說回今屆的海船門先 今屆海船門就是德國馬王驚勢之賽贏了 其實可以說回個故事 大家看影片一邊聽就說 十年之前 我們之前上個禮拜都跟大家說過 就是這個阿加漢是被德國馬殺了 是啊 想不到我們這個預言再次命中 是啊 殺了那個就是西里堤 丹沙夢殺了西里堤 今天十年之後 就有驚世之才殺了大利威 是啊 那就是待會那條片這麼經典 都會給大家看 那就先看了今年這一條 是啊 那就 相信大家都印象非常之深刻 也都 我相信有不少馬的一些 湧蹬 都會有一些不值 或者一些失望的 就是他們自己的外區 可能因為一些制御問題 或者一些形勢搞到跑不出 已經有水準 包括我 我都會覺得 比如前面創世區 他的形勢實在太差 令到他最後都 發揮不到他應有水準 其實是的 這場馬 老實說 很多馬都跑不出應有水準 但是又要換個說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留意一下 就是除了經濟思材後面那些 除了他自己之外 後面那些全部都是熱門實力 但是每一隻有熱門有實力的馬 全部都起碼做最少的東西 你看到這條6-3 中間蘇明倫已經想找位走出來 大利威 大利威 就很可惜 一直都找不到位走出來 嗯嗯 那被人找了入面 那外面就是巨峰羅欣 是 巨峰羅欣也想找位 大爺也不想放頭 到今晚 創世區又是錯 錯什麼呢 沒有位進來 是 就是步速太慢 他找不到位 又是錯的 結果就導致到 沒有錯那隻 可能是最好的 沒錯 錯的最少是入 包括還有雪滿天 雪滿天 其實其中的事 原本都是留在太后 就是吃正的馬 補足這樣 所以變成了 像阿威說 相對上 沒有犯錯得這麼厲害的 經濟史材 就贏了 是的 你不要太氣餒 始終 這場馬 其實真的好看 最後幾大師傅 幾個陣營 在鬥 雖然日本 就有點失望 不要緊 他們都失望了這麼多年 他想要保持希望 下年又再來過 但是你看 德國馬贏得這麼豐蘇 蘇明倫 過了終點之後 有個鏡頭 就拍著他 在福廣室 那個樣子 真是心心不憤 心想 真是頂你嗎 又是你 德國馬 是 我想不止 蘇明倫 我多數是阿家翔陣營 都心想 頂你嗎 是的 不要說他 阿家翔 甚至乎高多芬 都很久沒有贏過海船門 最初已經是馬威霸 是的 馬威霸 十幾二十年前 接近了 你想想高多芬和阿家翔 都這麼接近冠軍 這麼接近那隻杯 可惜的是 撐一國 是的 杯已拿了 每人都可能拿著半面杯 你看這個鏡頭 真可憐 不知道怎麼為之經典 這些就是經典 真的不用贏你太多 剛剛好就夠了 是啊 我們說明這個系列叫金日漢經典 那就是 2021年 德國馬去擊殺了阿家翔的明星牌 我可以在這裡說一句 就是每一個時代的海船門 都總會有一隻德國馬 令到阿家翔任行 那麼十年前 2011年 同樣的事情 也是發生了 那麼究竟是什麼呢 學阿威說 我們一起看這條片 這條片呢 就要簡單介紹一下 有什麼出賽陣容 當年十年前的出賽陣容 原來和十年之後 都是這麼星光一一的 是的 那麼有什麼呢 十年前我們有很多明星馬 十年前有飛雪仙宗 信可成真 奔向嬌陽 勞動力 貴寶灘 忠誠漢子 日本那邊也都有萬千寵愛 和中山慶典兩隻熱門馬 那麼再包括一些迂迴百尊 聖堂 那麼阿家翔出哪兩隻呢 就是西利提和奔向嬌陽 對了 你說完這堆馬都真的 都數下去 起碼有十隻 是大家都聽的 那些聖堂 雖然他跑的時候是美威 嗯嗯 他之後才厲害 嗯嗯 但是你只是聽這堆名字 都令人害怕 都厲害的 就是你擺在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不是蘇併林跑的 那是 李慕華 跑那隻 奔向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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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中一隻熱門來的 因為他賽事就贏福伊錦標 大家都覺得 不是奔向嬌陽 就應該是信可乘真 信可乘真是拿著澳洲那些名銜過來跑 是的 五項group one 我們那時候做血統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回信可乘真的血統 就去回我們那集血統論 那是的 信可乘真正 飛雪仙宗 接著你再加上些什麼 勞動力那些 其實你數下去很多都是熱門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 最後贏我的那隻 竟然 是德國馬 不過這隻德國馬 就沒有經濟私財那麼冷 是那時候 也沒有那麼 名氣也有的 他也有名氣的 但是就沒有經濟私財那個 那個銜頭 是的 就沒有他那麼厲害 是 那他也猜不到 這個台也經典了 亞洲台 哈哈 真的成為經典了 這個 十年前 還在這個台的時間 怎麼會想到今天會是這樣 我想你開回這場馬 十年前和十年後 鎮容也是青光一一 雅加漢也是第二 第一又是德國馬 唉 整個人說十年的時候 多翻身 但是有些歷史就永遠都會重溫 人類也都會經常犯重複的錯誤 沒錯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入直路階段 出來了那一隻 戴鼻孔的 其實就是西里提 就是阿柴伊 可不記得了嗎 是阿柴伊 我都以為出到頭就可以了 誰知道 單三夢 就騎下去 打掉的 是的 結果又贏女三個馬 贏得很遠的 已經可以大型浩子慶祝了 是啊 就是世事的東西就是這麼神奇的 嗯 就是沒有人想過 又是德國馬 又是阿柴伊 是啊 就好像copy and paste 我們在前的分析 如果大家有聽下去的話 我們都提過這件事的 是啊 就是我們自己都怕會不會有這種事的 是啊 那順帶一提 我又整個預言給大家 是 2012年蘇林銘雅 撒了黃金巨像 是 即是連爆兩屆的 是的 連爆兩屆的 是 是的 即是有些東西就整齊了 唉 那大家不妨記下它吧 看看明年的海船門 是否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說回單三夢 當年單三夢 其實 即是阿威剛才有說過 其實他都 當時是少有名氣的馬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自己做功課 其實當年單三夢 開頭都是平平無忌的馬 但是 原來他跑海船門之前那段日子 突然之間大爆發 就先贏柏林大賽大勝 就是贏五個馬位 德國思材也是 就是柏林大賽跑得好 大家如果有印象都還記得 輸和登街 就贏 不是 輸燈山英痴 贏和登街 好了 接著再是什麼呢 他這樣跑完柏林大賽之後 單三夢再在巴登大賽大勝五個馬位 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 驚世思財又是贏巴登大賽 又是同一條馬 真是命中持久轉 是的 他這單三夢還要是後補加入的 即是 今年我們也是後補加入的馬 加上驚世思財也是贏 即是拍這兩場賽事 即是十年前後 原來真的可以這麼巧合的一件事 你都不知道可以說是巧合 還是是特登 是 那就沒有人知道 但結果就答應為頂局 是 注定什麼為之經典呢 這些就是為之經典 令人印象難忘深刻 真是記一世的 是啊 即經典不一定是大熱門營才是經典 嗯 有時候大熱門被殺 哎 真是都是經典來的 始終那場馬都是好看的 嗯 同意阿威說的 因為當然啦 經典這個字 在不同朋友的心目中 可能有不同的定義 但是 至少我們會覺得 即是 即是現在馬壇 叫做這麼多星光一躍的賽事裡面看到 其實你 當你越來越多賽事的時候 你可能找到一些真的經典的 沒錯 但是 有些片段 即是 阿威剛才也有說到一句話 你可能隔了很多年之後 你都印象很深刻 你都還會 一說起名字 哦原來就是這樣 那這些就是真正的經典 你這個經典 我想起另一個香港的經典 是 怎樣呢 即是有些經典 即是華人的冠軍 你永遠只記得那個 我經常有個概念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 可能看了久的那些 就經常覺得 哎好像只有一個華人的冠軍 即是 除了 簡蛇之外 之後 那就是葉楚河 接著 都沒有人記得有謠本輝 你這個大麻煩 龍虎武師 哈哈哈哈 即是 有些經典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 那些經典系列 有機會會重溫到香港 嗯 但是既然因為海巡門 就剛剛發生 所以 就跟大家經典 重溫到這個系列 是的 因為實在 我們自己做 知道手材的時候 都出乎意料地 有這麼多的巧合 所以 先覺得 作為我們 今天看經典系列的第一炮 就跟大家去找回這件事 去做一個開頭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系列 還有 就是 我們之後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就是這個巷經典 如果大家想聽一些什麼經典 你們不妨可以在留言裡跟我們交流 譬如說 你覺得這場賽事 或者這一段日子 是最經典的 你可以告訴他們 我們都會拍出來的 沒錯 又或者你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你覺得你心目中最經典的人 事物是什麼 嗯 沒錯 所以就 今集的今天巷經典第一炮 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那就 下個星期 相信大家都一早就知道了 那 下星期的周末 都會有三行的 叫做大賽 因為有一行 就不是叫做國際一級賽 其實都很厲害的 不過 我們都會跟大家去做一個 可樂賽事攻略 那就 記得留意著我們下星期的節目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啦